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为什么跟你们说这么一段啊 就那天我偶然看见了一段 还是咱们那个凤凰网不是给强强三人行有个网站吗 我看到好多人在呼吁 说是这个安徽电视台播了一段视频 你们强强三人行就应该播这个视频 说太气人了 说怎么能这么打人呢 我说是他们说什么呢 然后我才找到 安徽合肥市肥西县小庙镇镇政府工作人员 和这个镇的几个村主任到一个餐馆吃饭 吃完饭呢 他们大概有什么什么现金代用券吧 大概要用这个来买单 但是那个服务员就说 可能是太晚了下班了什么人不在 就坚持让他们拿现金买单 反正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发生了冲突 发生冲突可以理解 可是最后这几个人 就是这个镇村的这几个工作人员 打这个服务员 男的 为什么呢 听说这男的是大厨 他们呢大概也喝了酒 12个人吃饭 喝了白酒6瓶 啤酒14瓶 然后呢 抵用券换现金遭到拒绝 埋了货根 然后就打 当然这几个涉案的这几个人 这这个事情一公布出来之后 呃该怎么党计处理撤职查办 怎么这都都都处罚了 对吧 但是呢 这段视频激起很多人的这个义愤 就说你不管是个村主任吧 还是个什么镇主任 你不那不是说不是说什么官 你就是个人 你见过有这么打人的吗 你你可以看看看看这段视频 你瞧 就被打的说是一个是这个餐馆的这个女女服务员 说据说这个男的呢 就是就是大厨了 你看说这个什么飞溪县小庙镇政府呃 主寄生办副主任叶先林曾飞起一脚 从后边把女服务员陈某踹倒在地 而另外几人在攻击酒店人员是表现的异常凶猛 哇 然后其中一个镜头 甚至四名男子殴打一个男服务员 还有什么 有个镜头见到一个男子拿着菜刀掠过 很混乱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你已经 你没有何感受 我同样震惊的是我们以前播过的一段 就是一群女学生 是吧 有一个女的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她要被罚 结果她的同伴就不断的打她 不断的打她耳光 这个镜头我就一直 我这么多时间都一直一直没忘掉这么个镜头 她打了那个女的还把头发粒粒好 再让你们继续打 而且还有男的强奸她当着很多人的面 对不对 那个女子算是服从他们的帮规还是怎么样 对 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 那个是一群街头的这种少女 一个混混 一个帮派 对 所谓小太妹 这是一群干部 村干部 镇干部 喝醉了酒 就这么打人 我跟你讲 我一般情况下 不太相信酒后撒疯这件事 你没见过吗 我当然见过 对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人 因为我总觉得 要是他领导来了 他就不敢这么 他敢打他领导吗 那就是你说喝醉酒 撒疯子咱见的多了 但你说这要是这个省长在他面前 他敢吗 那么你说这酒是不是真能让人丧失神志呢 他不是丧失神志 他是解除了你的某些的对 关卡 就你本来 就是说你原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 但是你本来有些限制给自己 他现在解除掉这个关卡 你就更奔放了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这几个干部 说不定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有权 在这个地方很大 你这个当厨的当服务员的算老几 我说什么 你敢不听 那不喝酒 就说不定说说骂两句就算 但喝了酒之后 他就可以很赤裸的解放出来 解除了那些压抑就出来 还有你知道这种以多打少的这个情况 他完全不是 不完全是这个打跟被打这两个人的关系 你注意看刚才那个 叫我们大家都接受不了 那个一个男的跑过去 那个女的去扶另外一个被打的男的 你看这个女的很好 他就扶他的同伙 那个人又跑过去打他一下 打了以后 你看他回过头抬着 跟旁边他的同伙 说了一句话 还是说了一个什么手势 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 就是他们这一伙人里边 他们在这个时候显示 谁能够下得了手 谁能够打 好像是一个 一个群体的一个认同 你明白 这个这个现象哈 其实我们可以回到 动物凶猛 你记得这虽然是个虚构的小说 但是类似的场景是非常写后的 王硕这篇是写的非常好的 他打群架的时候 他拿砖头对着人家的一个人 下死手去打的时候 是为了他按小说的描写是为了他几个比他大的同学看不起他 他为了表示他在哥们面前不输 所以去打群架的时候 他的砖就落得特别狠 后来到了电影的时候 那个那个把他改编了 把他打的这一段 他也这么打这个情节还保留了 动物凶猛里边 但是之前安排了一个在王府警被警察训 被警察很无理的骂他 骂了他以后 第二天出现了这个打群架的现象 而电影里边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打群架这一段 放的是国际歌 是在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那个联播节目结束 也是我们电影审查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一个一个表示啊 他那个时候是 因为正好是联播节目结束是放国际歌这帮人去打 但是你知道电影这个跟小说的改变就很大的不同 因为电影就给他了这个发泄啊 创造了一个社会理由 就是因为他是在派出所受了警察的非常无理的对待 他憋了一肚子火 他找另外一个弱者去发现 可是在小说里他并没有这样写 小说里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 他要来证实 没错 我不知道这些人 但你去查查看那个打得最凶的 不一定是里面最大的 我跟你讲 他为了显示 你讲这个 我特别跟这个王硕有同感 就是说什么呢 你知道为什么我老爱说 就现代社会啊 你有你的道德观 别人有别人的道德观 我现在发现呢 有些道德观好像没有什么人信奉 可是我还很信奉 当然我可能在另一方面又很不道德 对吧 比如说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像你说的 比如说男不和女斗 或者说像你说的这种 你知道我最近学会在网上骂人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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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在网上骂人 学会在网上发帖子 我过去我多电脑白痴 我不会 我怎么能够在一个新闻后头跟帖 我不会他们刚交给我 然后我午夜梦回的时候 我发现 骂几句平常不敢骂的粗话 我能体会是挺痛快的 真的 你又不知道是我 我可以骂几句 但是我跟你讲 我骂了 但是我最终这一下 我没有发 为什么 我就想到 咱甭管试试 我想咱随便举个例子 咱就好比说陈冠希吧 对吧 你知道吗 就我会 我的第一个理由是 看到很多 已经很多人骂他了 要多难听 已经有多难听了 甭说他对还是错 就是他承受的这个 这个这个 压力 已经够多了 我觉得不缺我这一脚 你明白吗 不管说我想骂 还是不想骂 我当时感觉 我就想起你说的这个 就小的时候 我有一次记忆 刻骨铭心 到现在我都觉得 我不是个什么好人 就是因为什么呢 班里有一个同学 对吧 他一个 当然 他他他他他顶刺头 对吧 我一个人 我打不过他 或者自存 我打不过他 我不敢跟他打架 但是呢 有一回是我们一伙 对 把他打翻在地 你知道吗 都他都 我记得爆脑袋 这么那样吗 大家都在踹他 这个时候我来劲了 我冲到人堆里 我砍砍 是踹起脚 但是后来啊 平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是 几年之后 我又回想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永远到今天 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就是说 他也不是东西 你看 就是这种落井下石 对了 就落井下石嘛 就我有这 就是咱们这条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是好比你比 而且呢 还有一种情况啊 就是这种打架 这种群架 比如说大家唯有一个人 有时候他不止 在你说的那个之前 就说 你想显示出 自己比较狠 希望人家看得起 还有一点 在这个之前 还有一个更基本的东西 就是 这是一个群体认同 你是不是咱一伙的 对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是老打架嘛 那时候就是比如说 我们吸收一些小成员进来 进入我们这个团伙 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随便挑一个同学 看不顺眼的 叫他去皱皱看 就看他打不打 你不打 我们就打你 你打了 你就是哥们 就是这么干的 入火仪式 这是一个入火仪式 很重要的 这个原则 现在你要放大来看 现在生活 我们的政治生活当中 到处存在 对 贪污也是一样 你不是通俗的说法吗 你在领导做九件好事没用 跟领导做一件坏事就有 没错 对不对 像那个这个邓什么交啊 邓你交 三个男人一起去 一起做这个事情 让他们之间 结下了怎么样深的 感情 跟领导一起做一件坏事 这同盟 这关系不一般 你想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里面 大家 这里面有好多东西 一个这个是官场文化恶劣 还有就是我们民族心里面 是不是这种群体暴力 就我们缺孤胆英雄 但是多的是这种 投井下石的 这样的这种暴力 没错 围观者的暴力 这个已经不 说官当然是多 那官有权 但是在民众当中 也到处存在 你刚才讲视频 我最近又看到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 官方滥用暴力 但我最近看到 我忘了什么地方了 就是一个地方 因为税收政策 引起很多民众 上街抗议 最后把警车翻了 我都记不得什么地方 但是香港 就是电视里在播 但是你看到 好多民众在里面 投的话 他也都是发泄 一个平时的恨 我相信他平时的 平时的怨气 他可能 这样那样那样 有不顺利 或者被保安 或者被警察 有过欺负等等 但是只有 当一起哄的时候 哇 那都在背后 啪就丢啊 什么 不过这个东西 群体暴力 不过这个东西 除了有时候 譬如说刚才那个事件 很多人大家就会引起公愤 有时候说 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比如说是不是 有些地方的老百姓 长期不满了 或如何 当然这里面 事情是不一样 可是呢 其实还有一种 我很记得就是 差不多快二十年前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广州 那时候在广州火车站 就看到一天的时候 还叫盲流啊 坐在那个火车站广场 忽然从远处 就看到烧动 是怎么回事 因为公安拉着一个扒手 把那个扒手 撤了一顿 然后拉着这个扒手的 后脖子 那个衣领 拖着在地上走 然后在这个广场上 拖行一路上 他随便后头的群众上来围殴 就是旁边一帮 哎呀 抓到贼了 抓到扒手 每个人上去踹两脚 揍两拳 是 对 然后我 我当时就在想 就这里头除了说 是不一定是平时 这平时对扒手 对贼很痛恨 或者讨厌贪官官府 不止如此 他还是一个就是 这里头每一个人 都很容易的选择了一条 就是要把某种情绪 用暴力的方法 去表达出来 而用暴力表达的前提是 你不是人 只要你是坏人 你就不是人 我印象最深的 文革当中上海 有叫尚体斯 出了名的 就是体育运动员 组织的一个造反队 那尚体斯当时 最出名的就是打人 打得非常厉害 因为体育运动员本身身体好嘛 他你这个流氓阿飞 在公园里两个人抱在一起 跟你揪出来 找着沙包了 就是打得非常厉害 结果从中间有人抗议嘛 就是有人说 你怎么样 你在把我们不当人啊 我记得当时 他们传的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说 你是人 你是犯人 犯人是哪一个编的 反权编 狗子编的 打狗子 就是犯人啊 犯人就不是人 所以这种根深蒂固 这个可能在我们传统里都有 从古代 从古至今都是 你只要犯了事 你就不是人 我就可以用不用人 所以人道这个字就没了 踏上亿万之脚 让你永世 人道这个事情就没了 所以只要到发展到这种事情 我觉得人 你说这些胆的人 自己说回家 他也许是个好爸爸呢 他也许还是在事业上 工作上 他也许你不能看看亲个人 但是在这一点上 他会觉得 只要你是坏的 我就不需要以人道的态度来对你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他们没有想那么多 我觉得有时候他不一定 他那个本能其实是什么呢 就像那个社会 叫伊利亚斯讲的 就是我们中国到现在 很多人可能还欠缺一个 去管理情绪的 一道一道关卡 所以你很容易 比如说在餐厅 看到服务员不对位 马上啪 出话就出来骂 再接下去 就是打 这中间应该有好几道关卡 把你杀住 他没有 有句北京话 叫见着怂人搂不住火 就搂不住火的这个情况 你不知道是因为他生活 他不幸福呢 还是因为什么 反正就很多人 是搂不住火的 得控能发泄 有个合理合法的理由 我能发泄 打了你没事 打死你 就是往往我就会发现 是不是我们这个发展阶段 还只能比较粗糙 有些人就只能受冤枉 比如说你会生活中 你经常感觉到 一个人为他所犯之罪 承受应有的惩罚 这个科学理性的认识 很多人是没有的 你错了 打死你都应该 你小偷 你就罚他小偷 他不是的 他小偷当杀人犯法 当然了 咱们不能老说 中国全世界人性都一样 人性本黑 美国就好吗 他更坏 美国警察 你看看他 我跟你说 我为了特意说明 我们不是故意抹黑中国 特意要抹黑一下 美国警察老打 美国警察怎么打人的 那更不像话 咱们看一下 现在您看到的 就是那段监控录像 事件发生于本月10号 地点是在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 被警察猛推之后 受害者克里斯托夫哈里斯的头部 撞到了墙壁 当场昏迷不醒 警察在追捕犯罪嫌疑人时 猛踢已经倒地不起 束手就勤的嫌疑人的头部 录像已经公开引起了极大震动 当地警方已经表示 开始就此事展开调查 其实也不是说 刚才这个打人的干部就没人性 我发现有的干部 其实还是很体贴的 你比如说 我在三连美会有个语录 我经常抄听 涉嫌受贿的原甘肃庆城县委书记 张畅玉说 他在我办公室里谈完事之后 放下五万块钱就走 如果我追出去拒收 很有可能伤害我们县 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 万一导致项目夭折 我岂不是成了人民的罪人 你看 所以我就冒着贪污的危险 对 忍痛接收 为了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尊严 你知道 还可以说有一个什么高校老师 嫖娼给抓住了 然后派出所说 激留十天嘛 高校老师说不行啊 我明天还有课 不能为了我的事 耽误学生的课呀 这都是都有大局观了 这多好 不过你看刚才那个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男打女的 这个还是最触动人心的 就整个这一段 你觉得没有 所以有些 因为强弱的问题 古老的道德 真的是 真的是不变的 我发现这些东西 你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 这个东西 你看他要被打的 两个都是男的的话 这个画面没那么刺激 就是整个 那就等于像邓玉娇那个事也是 就是因为男人对女人施加暴力 就其实是 男对女多对少 对 然后你用暴力 三重的强弱 圣经里都聊了 那不是耶稣说 这个一大堆人拿石头砸那个妓女吗 然后耶稣说 你们谁没有罪的人 你们你们可以拿石头砸他 最后一个个 那人家那时候 犹太人还知道脸红啊 就放下石头都走了 我看要是现在 张亚猜死你 对 而且连耶稣 连耶稣都砸死你 对 男对女多对少 观对名 然后这种东西呢 在中国比较敏感的地方是 这种强弱的对比是大家都知道的 也许可能很多人都领受过这种教训的 但是当他非常赤裸的用暴力的形式彰显出来的时候 就很重要 因为暴力是什么 在这种场合 暴力就是这个权力最赤裸的 最本质的呈现吧 这个话经典 对吧 权力最赤裸的 你想想看 最本质的呈现 因为你本来比如说我为什么要怕一个官或者怕一个警察什么 你怕的就是那种最赤裸的权力 他直接给你看了 我就能打你 那那个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人看了就会特别痛或者特别难受 特别怕 又特别愤怒 所以呢 那个那么你们上次说出了一个手册吗 他真是体贴明星 他知道打耳光是比较赤裸的显示权力吗 他教人家出暗招 对不对 要不动声色 要快 对 要显得好像没有这样 要进入忘我的境界 政策跟策略是什么 脸上不见伤 周围不见人 对 是不是美国警察也得学着 他就是应该 美国警察呢 应该是这样的 香港警察 美国警察 我知道他们都有一些学校训练 或者平常会办一些人权讲座的 就告诉他们要注重人权什么 可是我跟你讲 你是教人别打耳光的 他那个也会叫你不能够干这些事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那种纪律部队啊 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 就他们 比如说可能很多警察是眼睁睁的看着一些坏人 就能够怎么样 作恶 然后法庭上搞一搞就没事 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气氛 他那种气氛 我们是能理解 其实大陆公安有时候也是这样 比如说看到一些坏人 他平常拿没办法的 我想他积压的那种怒气 你看美国很多电影反映的就是一个警察 对对对 坚持正义 宁愿辞职了 我当一个民间的侠客 行私刑 我弄死你 因为我知道你就是万恶不赦的罪犯 可是你钻了法律的控制 美国这种电影 他也释放了一种情绪 因为这个程序正义啊 严格来讲 他确实有的时候 是会放过一个 有罪的人 他的社会反差非常大 电影里面警察都是窝囊废 你反正你看到警车里 他想了电影就快完了 就想要离不出 但是生活当中老百姓都怕警察 很怕警察 这远比 说实在话 中国的警察是和蔼客气 芝加哥的警察 骑得高头大马 那副嘴脸 好 好 好